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对于弱势家庭的生活造成不小冲击 而随着中秋节将至 为了让弱势族群感受到过节气氛 大村有线电视与乐国观光产业联盟协会 就特别携手合作 捐出30和由大甲知名糕饼业者与三山处 共同推出的欧雄联名糕饼 希望在捐助弱势之余 也能够帮助在地产业来发展 在大甲知名糕饼业者的带领下 众人一起DIY学习制作糕饼 随着中秋节即将到来 为了让弱势族群感受过节气氛 大屯有线电视与乐国观光产业联盟协会 就特别携手合作捐出30和糕饼 要给爽文国中的弱势学生享用 在这样的疫情的冲击之下 其实社会上有很多弱势的家庭 透过这样子的活动让他们感受到温暖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希望这个爱的这种循环 可以在我们社会之间正向的流动 在做生意的这些来贡献 这样很重要 这也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我们的努力比较大 负责主办之一的 乐活观光产业联盟协会 大多是旅馆业者 虽然近年受到疫情冲击 导致住宿率下滑 但为了响应公益 决定要贡献一己之力 而这一次捐出的高饼 是大甲高饼业者 与33处最新推出的 欧雄联名高饼 希望在捐助弱势之余 也能帮助在地产业发展 台中乐火产业联盟协会 一直都在这个工艺的部分有所琢磨 那我们这协会总共有11家饭店 虽然现在饭店的环境非常刻苦 但我们还对公益这件事 我们还是一直不落人厚 请我们爽文国中的一个校长 帮我们捐赠给学校的一些弱势的一个家庭 让他们也能够跟家人一起愉快的享用这些月饼 然后快乐的度过一个中秋节 那也希望能够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中章观光圈的一个特色 跟一个特色的一个观光的一个区域 来让大家来更多人在中秋的一个假期 到我们这边来做一个游玩 而大屯有线电视这一次也特别结合直播 希望透过影片推广 鼓励更多企业一同加入爱心行列 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爱与温暖 记者陈伯安台中采访报导